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喜富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感谢您的收听 第364集 夏小兰没和她歪缠,天气这么热 有空里这人不如找找那些提着保温瓶的老太太 现在卖冰棍雪糕的市场,就是被这些大爷大妈们垄断着 从雪糕厂批发出来的冰棍,用保温瓶装着 上面还要盖着湿毛巾,走劫串巷的叫卖 夏小兰想到那味道,舔了舔嘴唇 她又不是小孩,还吃啥雪糕 一定是被老汪请客的那只奶油雪糕勾起了蝉虫 毫无心理压力,把锅甩在了老汪头上 夏小兰不仅自己吃雪糕,还请李栋梁和葛剑吃了雪糕 两个大男人吃这玩意儿,是挺奇怪 但炎热的天气,嘎吱嘎吱几口咬进嘴 雪糕融化在嘴里,浑身毛孔都透着凉气 好吧,真是容小兽啊 吃完雪糕,葛剑终于忍不住上前两步 夏小姐,要不要我 要让夏小姐致残的行凶者是几个混混 背后的主谋却是夏小姐的大伯 再往后推,谁不想让夏小姐参加高考呢 葛剑就想一劳永逸,干脆把夏紫玉给收拾了 当然,夏紫玉不比混混,不比小摊贩 她可是女大学生 派出所肯定会很重视这案件 葛剑要是对夏紫玉出手,也做好了不能继续在商都待的心理准备 就算回阳城,也有被抓的可能 一切就看她运气如何 葛剑是一种回报和愧疚的心理 夏小兰受伤是她的疏忽 那她就该替夏小兰解决麻烦 夏小兰摇摇头 你以为让她断手断脚,这件事就算完了? 没这么简单的 夏小兰轻易不想使用暴力 暴力是把双刃剑,如果一次尝到了甜头 以后总会忍不住再尝试 一次是没有被抓住,不会次次这么好运 她当时也是气愤极了,才让葛剑打断了几个混混的手 也报复了夏长征 她其实踏过了那条准绳 冷静下来说,后悔吧,不至于 可夏小兰却不打算再靠简单的暴力解决问题 李东良和葛剑是来保护她的 不是来跟着她混黑社会的 夏小兰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合法的商人 履历清白,根基牢固 夏小兰拒绝葛剑的提议 李东良松了口气 夏小姐是一个好雇主 拿保镖当人看 没有觉得花了钱就能买下她和葛剑的命 夏小姐,这次我从特区回来 师妹让我给您带话 房子她已经租下来了 没拍电报 人人都知道夏小兰要高考 连她舅舅刘勇也没有打搅她 白珍珠就更不会在关键时候说啥生意 李东良明明在高考前就回到商都 这话却忍到孤芬田志愿后才说 夏小兰身边的人都十分仔细 钱一时是赚不完的 耽误几天也跑不了 高考一年却只有一次 夏小兰听说房子租下来了也高兴 银行贷款下来后刘勇经济压力顿缓 马上就给夏小兰电汇了五万块回来 夏小兰给她救的不止这么多 但她也不急 有了这五万 不耽误她回乡下修房子 也不耽误她和白珍珠康美两人投资新生意 建房子是先期买材料花钱 投资生意是铺面装修和进货 不管哪一样 钱都不是一次性到位 听说小商品市场的铺子拿下了 夏小兰也想大干一场 但这边虽然已经孤芬田志远 成绩公布还要等几天的 夏小兰就想趁着这个时间 把修房子的前期工作搞一搞 高考成绩公布 她在南下鹏城 时间刚刚好 孤芬田志远这种事 李峰梅和刘芬都不懂 他们认识的人 估计只有一个夏紫芸是大学生 那也不可能去问夏紫芸啊 在这件事上 别的家长还能出出主意 夏小兰的长辈们 是真帮不上忙的 不过 孤芬584分 回家后还是要告知家人的 于奶奶倒是比刘芬和李峰梅强 听到孤了584分 还报的是华清大学 她夸夏小兰有出息 华清大学堂啊 旧朝时要去美国留学的人 就要先在华清大学堂念书才行 现在更了不得 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 你要真能考上华清 算得上是光宗耀祖了 随便考个大学 也能脱掉那个农村户口的 但这还不够 于奶奶想起周成那做派 家里肯定不简单 夏小兰有点优秀还不行 得证明自己是最优秀的 家世当然是鸿沟 但古往今来 家世能把一个人给限制死吗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周成家里条件好 那也是父辈或者祖辈奋斗的 于奶奶觉得 一个年轻姑娘 咋证明自己优秀 身处在啥位置 就做符合啥位置的事呗 是学生 采过全国上百万考生 考上最好的大学 这就是最优秀的 于奶奶看得很清醒 再高的门槛 只要夏小兰考上华清大学 也就不成问题了 刘芬傻乎乎的 李凤梅最多比刘芬强三分 于奶奶十分无语 她又不是夏小兰的亲奶奶 为啥要来操这个心呢 瞧着两人光顾着傻乐 于奶奶十分无语 夏小兰想的 可没有于奶奶复杂 但于奶奶是真心觉得 她有出息 夏小兰也不会不领情 等分数出来了 咱再庆祝吧 我去商大找找公养 让她给画个图纸 村里修房子的事 也该开始筹备了 要不是手受伤了 夏小兰完全可以自己画图 她反正要念建筑 就当提前练手呗 修个二层小楼 能有多复杂 不用多气派 实用的同时 兼顾下审美就行 不过现在手受伤了 她还真的要求助公养 夏小兰寻思着 等新房子的设计图画好了 高考成绩也该公布了 商大已经放暑假了 公养却没有回家 她打定主意 要跟着刘勇和夏小兰赚钱 自然要对业务更熟练 争取早日 没有夏小兰的参与 也能独立出设计方案 招待所的装修 一千合同 刘勇就给了她五百元的报酬 刘勇并不吝啬 香港的设计师不用说 像给华建搞设计方案的 基本工资之外 顶天多给几十块奖金 除了稳定 那些人收入比不了公养 公养每天都如鸡似渴地 吸收着新知识 夏小兰在图书馆里 把她拉出来 公养问她今天几号 而后恍然大悟地问 哎呀 今天是孤芬田志愿吧 你考的咋样 卓娜引来图书馆借书 偷偷摸摸竖着耳朵听 夏小兰说了自己孤芬 疲劳过度的公养 一下子有了精神 卓娜却连手里的书都下掉了 这牛的吧 估分584分 去年运南的理科状元 就这个分数 而今年的数学题有多难 考完试到处都在传 卓娜也知道 她不相信 决心要密切关注 高考成绩公布 第一个就要查一查 夏小兰的分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